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經沒來嗎 嗯 那是看念期啦 可是我現在才四十五歲耶 還要比你更糟的啦 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機 麻藥還沒有脫 記得要她排完期之後才可以讓她喝水 卡住了嗎 卡住了 卡住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響世界 我是張凱英 金獎攝影師前翔 推出她畢生首部的電影長片 回光奏名曲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電影工作者劉凱希 來到現場 我們分享凱希你好 凱英你好 大家好 我是劉凱希 凱希 回光奏名曲其實是講一部孤獨的作品 對不對 講孤獨的電影很多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部片的電影本事 OK 大家如果去網路上找這部片的電影本事的話 可能會被誤導 因為他們會把第一件事講出來 就是說一個女生到了四十五歲 然後就更年期提前抵達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再講一個 那個更年期提前抵達的一個女性悲慘的故事 其實不太像是 其實是的確有講到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影子 就是一個女生一個很平凡的一個女生 她其實就是年紀四十五歲了 然後她的生活就是每天工作就是上班下班 然後家裡面就是照顧小孩子 然後老公這樣子 對 然後可是問題是現在小孩子長大了 老公去那個外地工作 然後婆婆就是因為要開刀住院 然後她的工作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她到她的更年期她發現她那個更年期提前抵達 這件事情其實是讓她看見了 其實她的生活是如此的貧乏無趣 然後很有趣的是她每天要去醫院去照顧她婆婆 對 她在這個時候 她出就是她的婆婆隔壁床出現了一個男病患 然後呢她在就是在這個時候 藉由這個男病患 因為她的男病患是就是年紀比較輕就是可能就給她的一些遐想 這個男病患就帶起了她隱藏很久的一個情欲 這個女人很久都沒有被當成是一個女人過了 在這個人身上她才發現說OK 她其實是一個女人 然後從這個時候她才開始有辦法去打扮 有辦法去想要變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算是一個女生慢慢從谷底開始自覺想要往外走的一個故事 是一個女性的覺醒的一個故事 對 可以這樣說 但是像是這樣子的女人心事又是男導演拍的 對 所以非常的少見 對 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就是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因為她前場導演本身是攝影師出身的 她的攝影真的會hook住你的視線 讓你沒有辦法離開 尤其你今天看的是大螢幕的話 她的那個整個光影的層次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對 那些光影那些層次 其實都代表了這個女人現在的心境 所以呢其實我們看 她雖然說是一個節奏有點緩慢的一部片 但你在看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神是完全離不開大螢幕的 對 然後呢 我說我常常就是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還好因為我去看這部片之前 我有遇到前場導演 她是一個文文儒雅的人 然後也很 就也是非常和善 看完之後我就心裡面就想說 我覺得這個還好啊 是 我是在看之前遇到她 如果我在看之後遇到她的話 我應該覺得有點恐怖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很驚訝的一點是說 這一個男導演 他可以如此細膩去講林子 就是陳湘琦的這個角色 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角色好像是有一點點 我們是不是在獵奇 但不是 其實像這樣子角色的女生 在台灣的社會 其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因為她從小就是我們的教育 或是我們的家庭跟她講說 你就是從小就是安守本分 你就是乖乖念書 然後嫁人 然後重心放在家庭上面 然後就好好過完一輩子 安安穩過完一輩子也就算了 但是她到了某一個年紀之後 她就會發現說所有人都離開她 她的身邊 她這也不 不會被需要了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時候 她身 她的身體已經 什麼都沒有了 對 那個時候的一個孤獨感 還有一個對自己的沒有自信 是一個 其實很多女人都知道 也瞭解 但是其實很多人是不敢去面對 甚至不敢講 對 然後呢 就連寫在日記本上面都不敢 對 但是錢翔居然把她寫出來了 拍出來了 而且是這麼細膩的去拍攝到 加上陳湘姐演戲實在是太好了 去把她帶出這個心境 其實是對某些女生而言 可能會覺得那是一種恐怖片 對 但是這個恐怖呢 其實不是那種見光見邪啊 那一種恐怖 是一個對你心境上面的一個 完全的挖開 然後朝最痛的那一塊 直接砍下去 這實在是有一點點殘忍啊 就是我會覺得 錢翔是一個很殘忍的導演 但是就如我們剛剛有聊過 就是漢內克就是愛慕的那個導演 她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殘忍的導演 對 蔡明亮也是一個非常殘忍的導演 但是他們的殘忍 並不是給你看到血 或是我當場殺了你 她是來看到你 你的心裡面最脆弱 最痛的那一塊 對 逼你去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導演的本質 他就是逼你去面對 你人性當中最脆弱的這個本質 對 讓你更瞭解自己 對 錢翔老演其實他也有寫到說 他為什麼會拍這部片 是因為有一天他去坐公車 他看到一個中年婦女坐在那邊 然後眼神迷惘 他就覺得說 這個女生應該在她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少女 但是感覺她現在被困在她的軀殼裡面 她好像已經不在那裡了 所以她想要拍一個屬於這樣子的故事 那我們剛剛講 就是除了這次有陳湘琦 就是演技高超的陳湘琦 來擔任女主角 重傷患者的能病患的是東明翔 他全程都被綁在床上 導演還很殘忍 他真的把他的助聽器給拿掉 所以他失去了所有與外界的聯繫 凱西可可也幫我們講一下 他們兩人之間的對戲 他的張力有多強 OK 好 我覺得東明翔這個角色 那個時候我是跟一個媒體朋友 就是我是看媒體的視片 然後呢 坐在我身邊是一位 比我年輕很多的一位媒體朋友 這樣子 看完之後在Raw Critty的時候 那Critty跑出來 就講東明翔的角色叫做楊世君 我們兩個一起大喊 原來他叫 他有名字 他不是什麼男病患 那這個角色 一個角色有名字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因為其實他的角色 從陶到晚沒有提到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導演給了他一個名字 表示他對這個角色的重視 要不然的話就會寫 比如說婆婆就是婆婆 女兒就是女兒 病患就是病患 病患就是病患 他是楊世君 他有一個名字 所以他有靈魂 這個角色我覺得是全片 最有趣的一個角色 他的功能其實有兩個 一個他代表那個陳香綺 這個飾演這個角色 林子他的一個情欲 而且是一個非常新鮮 就是一個 我可以覺得那是一個失年 的一個情欲 然後另外一個角色就是 他其實跟林子的現況 是一個對照 我們現在講情欲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這一場戲那個時候 我看到那個那個陳香綺 拿著一個小白兔的毛巾 在擦拭 不停地擦拭 東銘巷的那個 楊世君的那個 胸膛的時候 然後攝影機就照著那個 焦點其實是在那個兔兔的那個 有小白兔的毛巾上面 但是呢我就在想我覺得這個 大概是我這幾年看過最情色的 臺灣電影裡面最情色的一場戲 對然後其實我後來回頭 再來想就是東銘巷 楊世君這個角色呢 在床上的設定 因為他其實他我們後來發現說 他是聽障的 然後他眼睛是被捂起來的 然後手腳是被綁起來的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有點熟悉 然後我回家一想 我才想起來說 原來葛雷的五十道陰影裡面 其中有個橋段 就是葛雷把他的女性伴侶 帶進了那個房間裡面 把他眼睛捂起來 把他的耳朵戴上耳機 放很大聲的音樂 手腳綁起來 把他的所有的感官 通通切斷之後 他只剩下的觸覺 在這個時候 那個女生享受到 此生最大的高潮 我就想說 所以這樣子的設定 雖然我沒有問過劇組的任何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定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設定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城鄉 就是真的有一點 類似情色片的一個設定 但是這個完全他的觀點 是從一個女性的觀點去看 我們是看到那個女性 一個靈子 他是如此的迫切想要 挖開他的衣服去做這件事情 當我們攝影機照著他的胸膛時候 是一個女性的觀點去看這個東西 就有點類似很多男生會看 這個女生胸部 或是他這個女生的大腿這樣子 很漂亮 只是今天角色完全顛倒了 是由女生去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設定 真的是 前翔導演如果要去拍情色片 應該是非常有潛力的 非常有潛力的 對 然後他其實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我覺得他代表就是 好今天靈子這個角色 他在四十五歲 他雖然說更年期提前抵達 他的身邊都沒有任何人在他身邊了 但是他還是 他裡面的那個角色 那個情慾 那個慾望 是如此的鮮活 需要我剛剛講到說十年 就是真的還是有 你是感覺到他的 是摸得到 是觸得到的 是完全被挖出來 當他這個東西被挖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想到說 OK 我應該要打扮我的自己 我應該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 而且就算我今天不是走到外面去 他在這那一棟 後來已經破舊公寓裡面 他還是可以盡情想像 他是另外一個女人 所以情慾這個東西 對一個女神有多麼的重要 是完全從這個角色 跟這個設定 被挖了出來 我覺得非常厲害 非常的厲害 非常厲害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 跟靈子這個角色 是做那個 做那個對照 就是靈子這個角色 好手好腳 看得見聽得到 但是他沒有辦法走出去 他選擇了禁戶自己 但是那個楊社軍這個角色 他是被迫被禁戶自己 但是他會抗議 他會想要走出去 所以這個角色一對照下來 就知道說 OK 靈子這個角色 他不是只有孤寂 他是自願孤寂 不知道要走出去 其實這個角色 有多麼的孤獨跟悲慘 其實從這一個方面 可以看出來 所以剛剛我們也有聊到 凱希說 現在只要看到有小白兔圖案的 白色毛巾 都會心境一下 我如果去大賣場 看到小白兔圖案的那個白色毛巾 完全都不敢碰他 那個男生 眼罩拿下來之後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面對 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禁戶自己的人 其實是他自己 所以他拼命地想要衝出那塊門 那是最後一個鏡頭了 最後一個鏡頭 他走出那扇大門 外面還有千千萬萬的框 然後困著他 其實回光作名曲 真的是適合用你的五感 去體會的一部電影 其實他的英文的片名叫做Exit 是出口嘛 所以凱希覺得 有什麼樣子的意象嗎 我覺得出口這個名字 比回光作名曲好 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們不能叫一部片出口 否則就沒有人要看了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們去看的時候 林子這個角色從頭到尾 因為他 我們剛剛有說到說 他是完全 他的鏡庫自己 倒也不是說完全自己選擇 因為他就是那種 從小到大就跟你說 你要活在這樣子的框架裡面 你就是一個好女人 你就會有一個好生活 他也相信了 對 但是他相信之後 就是他被僵化的東西 被僵住了之後 他自己也變成僵在那邊了 對 所以其實當他後來 因為OK 有更年期的提前抵達 他看到身邊的人都在談戀 他看到的那個男人 讓他想要去衝破這一塊 衝破這個僵化的這個框架 這個是一個比較抽象的一個意念 但是有落實在整個影片裡面 就是在我們可以看到最後一場戲 就是林子 他他們家一開始那個門一直有問題 一直壞著 一直壞掉所以一直打不開 一開始都不好意思 就不小心就打開 但他最後當他發現說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面對那個男生 眼罩拿下來之後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面對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禁戶自己的人其實是他自己 所以他拼命地想要衝出那一塊門 就是壞掉的門 好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 踢的終於出去了 他終於出了那個那一扇大門 好那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那是最後一個鏡頭了 最後一個鏡頭 他走出那扇大門 外面還有千千萬萬的框 困著他 這後來讓我想到就是地心引力 就是最後一場戲 當山索布拉克終於回到地球之後 通常他是不是出了那個逃生艙之後 應該有一堆人要歡呼他 對 沒有 他打開之後 他發覺他前面是一大片的叢林 他剛從那個宇宙的這個叢林回來 他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叢林 山索布拉克的表情是什麼 他就笑一笑 就繼續走 林子跟他那個時候的態度 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心境是 我衝破這扇門 我外面還有很多扇門 還有千千萬萬的門 對 在等著他去衝破 所以我覺得我一開始是覺得有點 一開始我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說好像有點難過 就是林子這個角色應該 給他一點溫暖這樣子 但後來想一想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一個結局 然後在整個 因為錢翔他也是攝影師 所以他的構圖非常的棒 從頭到然後加上美術 我必須要讚嘆這部片的美術 就是他裡面有很多 做很多東西用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框 比如說他在跳舞的教室裡面 他隔著一個一個玻璃窗 他被框住了 看著那一群人在跳舞 還有他的家裡面 中間本身就有一個框架 他在吃麵包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框這樣子 最美 最妙的一個設計 就是在於那個 因為他婆婆住院嘛 所以呢他們有那個 每個病床都有一個連脈 拉連 那個拉連 其實還有他的 正對那個拉連 就是那個楊世君 就是那個男兵患的那個拉連 他的一層一層的撥開啊 我後來是覺得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 我的慾望 我真正的自己 我要不要展現出來 他的慾望 要不要秀出來給大家看 讓我一個感覺是 那就好像他穿了一件一件的衣服 當他要情不自禁 他很想過去找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就是一層一層把那個拉連給拉開 就好像把自己的衣服 一件一件給剝掉 對 但是到了他那邊之後 他也只敢把他的上半身給脫掉了 對 也還好只有這樣子 要不然的話整個意境就不見了 是 最後我想要請凱希幫我們講一下 你推薦大家去看回光作明曲的原因呢 大概有哪些 我不要說只有女生 因為我有男性朋友看完之後 他說他看得痛苦 那他其實是講了一個 一個人的孤獨的一個狀態 對 那個狀態其實你一開 我們可能都知道 也都瞭解 我們都體會到 但我們真的不敢講 就好像我前面說的 就是搞不好連寫在日記本上面 都不敢講 因為我們在外面被迫 必須要裝成一副快樂的樣子 就算你今天不是像林子這樣子的 這麼的封閉 但是你可能還是一個很孤獨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部片其實是需要一些 就是你可能要把自己一些外在的一些包袱放下來 去體會一個跟你完全不一樣的人 的一個心境 那你就會從裡面去找到自己 是 對 可能經歷 人生經歷比較多的一些人去看 會更有感覺 更有感觸這樣子 是挖掘得非常深的一部電影 非常深 很多人看了真的是痛哭 是平常不容易哭的那些人 就是那種哭不是 是有點類似洩洪一般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 也不用抱著這樣子的期待去看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刺痛到你的話 那就哭吧 沒有關係 因為你可能等到戲院的那個燈一亮 你也不敢哭了 是 今天非常感謝凱希 幫我們介紹回光奏明書 謝謝凱希 謝謝 三連搏擊冠軍 兩屆射擊亞軍 只可惜涉嫌放走突襲犯徐達夫 對嗎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本週上映的精彩芯片 演員趙又婷 金馬影帝黃國 再度在高雄上演品質英雄 更找來國際頂尖製作團隊 打造台灣的好萊塢夢 延續第一集故事架構一段神秘影片 宣告海港城的末日危機 延續大爆炸後 整座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兩位警察要如何解救市民 你幹什麼 火箭所能發射 火箭所能發射 火箭所能不能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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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投入上億經費 火箭發射 飛機墜落 各種密陣特效 帶觀眾經歷一場精彩故事 你有的認識 你可以讓他們殺了一個孕婦嗎 老醫生 總究世界是需要付出代價 接下來改編自知名通靈人 華倫夫婦的時機 電影安娜貝爾中 驚悚恐怖的娃娃 要實現惡魔的詛咒 主角一家人找到夢寐以求的古董娃娃安娜貝爾 但娃娃進家門後 卻發現一連串的意外 後來他們發現原來邪靈就附在安娜貝爾身上 最後通靈人華倫太太把這個邪惡的人偶娃娃 用玻璃櫃封起來親自看管這個可怕的人偶娃娃 看完恐怖片 我們再來看看動作巨星尚雷諾化身成為溫柔阿公 電影普羅旺斯的夏天送上溫暖的親情故事 長期居住在巴黎的三姐弟 今年夏天來到普羅旺斯 他們要住在數位蒙面的外公家中 她們帶我來的小孩 你覺得我離婚嗎 離婚嗎 離婚嗎 這是一個全球的運動 你和我我們是最後的雲璃 是你的肌肉嗎 不可能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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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可能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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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作品 在法國南部實地拍攝 更記錄下 當地特有的奔牛捷 普羅旺斯悠閒的風光 盡收眼底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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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來看看 改編真實故事的電影 扭轉命運的樂章 誰 我只想幫他們找工作 你應該是蘇丹 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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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搭載了嗎 很好 四名蘇丹難民 幸運 離開戰爭之地 移居美國 被指派去幫助 這些蘇丹男孩的女主角 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適應美國生活 並讓這些男孩 遭遇文化衝擊時 保有本性的善良與絕爭 你確定準備好嗎 一定 1980年到2000年之間 蘇丹南部因為連年內戰 導致至少十萬孩童 流離失所 美國展開人道救援計劃 而這些難民 當時 國際媒體稱為 蘇丹的失落男孩 這對你很尊重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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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作品牌下 時代的悲歌 以及難民進入社會面臨的衝擊 以上就是本週新片 祝大家週末愉快 月經沒來嗎 那是三年期的 可是我現在才45歲 還要比你更糟的 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機 麻藥還沒有退 記得要他排完期之後 才可以讓他喝水 卡住了嗎 那是你的